歡迎各位來到DA的實況台 總算來到了第七天的仙玉塔 好,先說 等一下你們將會看到的影片事實上是翻過船的 第一次因為順序的失誤導致滅團 而影片中是我重新調整了隊伍再出發 本次如果各位隊伍中樹職caster 像是C媽、樹龍娘、安徒生等等有練的話 會簡單很多 沒有的話就自己多保證吧 好,讓我們來進入第七道門 炎枯王選個伯爵 好,也是最後一次會選到他了 那基本上這一次的戰法有點不同 我們的B樹要壓底才能應付最後的大幽靈 那因為我沒有樹職 所以我把我能派的最強都派上去了 那還包括稱職的貞德 那其他兩位坦的配置就是一樣是這個樣子 交錯型的配置 讓他們兩個不會同時上場 然後考量到最後大幽靈會放無敵 所以我們讓B樹帶斬首兔女郎2016 來避免他丟無敵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伯爵也在前排幫忙輸出 最重要的 那我們就是要把B樹滿血帶入最後的場景 就對了 好,開始啦 好,第一波 第一波敵人會有六隻 就因為他們氣格都很短 所以就盡力解決吧 對,能快就快 那一樣先開一個嘲諷 雖然聖喬治被克制不過沒關係 好,那我們就第一輪沒什麼可以串的 來個3A吧 對,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雖然聖喬治被克制 因為他有那個三重結界 所以至少可以穩定的升過一輪 然後 你先消滅氣格快滿的為主會比較保險 對,像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先處理第二隻 讓伯爵自串一套 伯爵動作真的很帥 我現在也算是讓他一起累積MP啦 對 然後接下來 ok,好,bye 好,接下來三隻輸出都上來了 那看看配牌 好,那就讓貞德打最後面那一隻 就是自串 然後看給能多幾點AMP 對 因為第一隻反燈氣格美滿就不用擔心 好,還是重生啦 如果這關你們有數值了 安徒生、樹熔娘C嗎 當然是更好啦 只是因為我沒有 呵呵呵 樹熔娘我也沒有練滿 這就算了 欸好痛喔,痛痛痛 還好啦,沒有那麼痛 好,那就先想辦法看是誰的B卡 把第一個人戳掉都可以 欸,那我們就放張 我看誰的好 欸,伯爵好了 因為要再沖田兩張 因為沖田的暴擊 暴擊數字看起來還蠻高的 可以打第二隻 喔,伯爵這樣你也爆 算你行 蹦,好完美 三個都爆,太漂亮了 非常...啊!你撿P撿 欸,我真的NP要留著放寶具寶人耶 你不要這樣好嗎 好,接下來就看狀況 那就先打後面那隻吧 氣格比較... 對,好,先打後面那隻 把它收掉 因為我想第一隻 如果就算放寶具的時候 搞不好到時候真的的NP也滿了 也可以保一輪 就不用擔心 而且伯爵也有一個空氣的效果 就到時候看狀況啦 看狀況到時候要不要來處理鬼 你看,看到沒有 剛剛貞德對魔力發揮的作用 那就安安穩穩的沒有被綁住 好險 好,那接下來 一樣就貞德自串吧 貞德就串他自己了 為什麼我不放沖田的寶具 是又想把傷害留到... 看能...能最好是留到第三波啦 不行的話等一下再看情況來放 對 你看貞德的寶具滿了 如果必要的時候 貞德還可以出來幫忙保寶人 多好 啊,伯爵被暈了 加油好不好 真是的 氣死 那如果對方兩個氣的話 好,開沖田寶具 然後再集星一下 把它收掉 應該收不掉,看看吧 對 那有人問我說為什麼沖田 我會把B卡中 我會把B卡放頭 因為Q寶具來講 B卡帶頭的傷害還是會比較高 所以拚傷害的時候 我還是會讓B卡帶頭 就是這樣子 好,收掉了 完美 好 就這樣 三個人進入了最後的Boss 這隻大幽靈 因為大幽靈全部是全體攻擊 所以基本上所謂的嘲諷角在這邊也拍不上用場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把B叔壓尾的原因 嘿 那...大幽靈打人基本上還蠻痛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先讓真的開寶具好了 然後伯爵的3技可以留起來空氣 嘿 那因為真的沒有辦法自串EX 所以就... 接別人了吧 接...欸 接兩個Q卡 順便回點NP 他真的要自暈了 阿不及 呵呵呵呵 自暈了 好 我根本看不到他舒適打多少 好討厭喔 對 碰 好 那就... 伯爵的氣滿了吧 好 開 1技開下去 阿 其實我剛剛沒有仔細看到沖田有EX 算了 那就3Q吧 3Q好了 多一點心 等一下下回合再爆發 其實剛剛應該留 伯爵應該不用那麼早 可以等一下開啦 因為沖田EX 沖田EX更好 不過算了 因為伯爵一技能不小心開了 看大家多少 3萬4 還不錯啦 你們加油 在B叔上來之前撐9點 啊 痛痛痛 哎呀 好 那接下來 防禦還有一回合 貞德幫忙加了防禦還有一回合 OK 先扣他一個氣 那 貞德的防禦還有一回合 所以我們就先不開迴避那些的 真的 人家講沖田的迴避就先不開 那我們再想辦法做一些大的輸出 OK 就這樣 那貞德剛剛比A卡不上的原因是因為 反正我想 NP大概也來不及補回來了 就反正現在能打多少算多少吧 啊 太無敵了 賤人 好吧 他開無敵就沒救了 那沖田就先開迴避吧 不然這回應該會被打死 然後 然後 那既然已經被開就沒辦法 就3Q吧 那就3張Q卡來 多打一點心吧 OK 3張Q卡打點心 等下下一回合爆發 他只要不要再開無敵的話 應該沖田就可以再發一發寶具了 然後接下來他就丟 寶具 然後就全滅 然後一出上來 計畫應該是這樣啦 OK 很好 還沒有丟無敵 好那接下來沖田把寶具開一開 本來想說要不要用他減縮地的CD 不過算了 那個還是留給B叔好了 隨便湊一湊 等起立 順便降防 還不錯啦 好 那接下來沒意外 這三個人應該都會倒下去吧 哇 你看有沒有很痛啊 好 真的也下場了 好接下來進入了我們最後有沒有辦法 B叔弟轉身的場景了呢 啊 B叔的單挑時間到了 因為對方 呃 說實話 打人實在很痛 我們就先開加攻擊 那 迴避的話 欸 開 不開應該可能會死 你看剛剛那個痛得要命四五千在跑 好 接下來就三B就對了 不要管什麼 A卡了 BBBB到底就對了 B死他 你看開無敵了沒有 還好我剛剛有帶斬首兔底裝 不然這小王八蛋都不要連 好 接下來就開 無敵 先開無敵好了 好開完無敵 再一個連B 好 B叔開墮了 你看你看你看連開無敵多麼不要臉真的是 虧你臉頭上那麼多頭還這麼不要臉 好再拆個戰鬥續型給個尊重 好再三個B 結束 OK 非常的完美 就這樣結束了 看到沒有 各位 為什麼我們之前每次都說 十選一叫你選B叔 B叔強無敵 人裡最後防線 這 幾個字 人裡最後防線 這六個字絕對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是不是 人家說 活動儘管出 B叔壓敵 贏不了算我輸 就是這樣的道理 是不是 好啦 總之各位 這樣應該就明白 為什麼之前大家說 如果像B叔之後拿到半禮裝雪之城 多三次更新 更像是 加上醬汁的那個 砸下一樣 妙不可言 好 那基本上 第七頁前半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後半會再找時間放上 那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